SCP-111, 龍蝸牛, Dragon's Nails, 箱目等級, SAVE, 都有收容措施 所有被收容的SCP-111 樣本都應該被收容於 19 號站點的 側樓之中,在 5 公尺 x 5 公尺 x 5 公尺的一個壓克力房間裡 該房間之中,有著一片從其圓環境之中移植過來的溫和樹林環境 氣息地溫度將會被保持在 30 度C SCP-111 將為人員進行一週一期的衛食 通過將 3 公斤的冷凍的臥具放入所有房間之中進行 水將會通過一個自動噴霧系統來給予 該系統會將環境濕度維持在 50% 這既是為了給SCP-11供水,也是為了防火 在SCP-111 的繁殖事件之中,人員必須收集所有的蛋 並且將它們轉送到生物研究側樓之中進行冷凍 描述 SCP-111 是一種很明顯是人為製造的 類似於蝸牛的無脊椎動物 成年的SCP-111樣本大約長 20 公分 寬 12 公分,高 15 公分 雖然每一隻生物之間的精確尺寸有細微的差別 SCP-111 和其他蝸牛的不同點在於 它有著恆溫動物的新陳代謝、復原 還有由軟骨構成的小肌角 並且很明顯有著更高的智慧 有人將會被要求閱讀測試文檔 作為一個例子 有著像脊椎動物一樣的複雜的下惡系統 並且這些物種下的蛋有著硬化的外殼 作為異常的是 SCP-111 在其下惡下部有著空囊 裡面儲存著作為消化過程的複長物的夾腕 一系列 連著其內部的器官做為一個打火器的點火裝置 在這個物種呼吸的時候點燃這些夾腕 從他們的口中吐出了一小股火焰 被稱為火焰噴土的事情通常會發生在他們感到壓力 或者是生氣的時候 雖然這並不是一種主動的破壞行為 而更像是一種警告 可以推測因為那夾腕帶有大小的限制 它限制了SCP-111一次能夠進行噴火的量 並且需要很長時間和充足的食物來進行補充 SCP-111的行為也和其他的普通蝸牛不一樣 包括吹出或者吼出很容易就能被人類聽到的聲音 高等智慧在測試如 之中得到了體現 並且雙親會撫養他們的後代 幼體已經被觀察到能夠明映他們的雙親 其他同種的個體或者是研究員 基於文件111-A 卻被認為是一種特別設計的特質 因為這意味著幼體能夠明映擁有者 一個有著12顆SCP-111的蛋和文件111-A的包裹被郵寄到了 一個基金會的潛臺組織 機動特選對阿法斯已經確認不能確定上述包裹的寄送地點 文件111-A Dr. Wondertainment的新產品 龍蝸牛 給喜歡幻想的孩子的最完美寵物 照顧和孵化指南 多了這個指南 就輕輕地把蛋從盒子裡拿出來 龍蝸牛的蛋是很容易碎掉的 將蛋放在一個溫暖的 安全的地方 然後等上7-10天 拿起你新孵化的龍蝸牛 來讓他們好好看看你 讓他們認為你就是他們的媽咪 從你的新寵物龍蝸牛上獲得樂趣吧 要想喂食你的龍蝸牛 給你的新朋友一點成熟的蔬菜吧 蝸具 球羊橄欖 豆子 任何你不想要的沙拉配菜 記得給他們喝水 一天一杯 為了讓你更好的享受樂趣 龍蝸牛有6個種類 讓他們繁殖來獲得特殊的寵物吧 類型 軟腹 可愛而又黏糊糊的小夥伴 有著出色的消防車般的紅皮膚 小小的黑雞腳和肚子 還有有斑點的河殼 漂亮的枝根鳥般藍色的蛋 軟尼龍 好奇的小東西 有著乾淨的香蕉黃皮膚 整區的雞腳和條紋殼 淡核色的蛋 就像是小雞一樣 黏飛龍 暗藍灰色的皮膚 較平的殼 並且頭上不平的雞腳 讓黏飛龍看起來就像是一隻小海怪 但是夢幻般的玻璃綠色 團團蟲 綠色和金色的條紋 尖尖的殼 和一隻獨角 更不用提毛玉王的尾巴了 這些都讓團團蟲變成了美妙的寵物 但是扁平的 並且有銀色的色彩 灰光龍 Dr.Wondertainment的新產品 這些小夥伴看起來就像是藍黑色的軟腹 直到他們亮起來 那就對了 灰光龍能夠在黑暗之中發光 但是金色的 還有紅色的斑點 黏飛龍 胖乎乎的綠色皮膚 圓頂狀的殼 黏飛龍就是美妙的寵物 但是透明的 所以你能夠看到 小小的龍蝸牛在裡面 相當長須知 因為Dr.Wondertainment的龍蝸牛會噴火 它們也只會導致家庭火災 無論最大化你的安全和玩樂的時間 推薦手持滅火器 儘管如此 Dr.Wondertainment對於一切由於不安全使用龍蝸牛 或其他產品的做法 而導致受傷、死亡 或是財產損失事件 在法律上、道德上或經濟上都不負責 在閱讀這個指南並且孵化龍蝸牛蛋之後 你就已經同意以上訴所有條款 並且喪失出送、抵制、抗議 或者是光榮爵鬥等等的權利 好好享受你購買的產品吧 以上就是SCP-111 簡單來說 SCP-111是由Dr.Wondertainment製造的商品 是一種類似蝸牛的生物 具有高智力、頭上長的腳 並且能夠噴火 SCP-111原先的圖片來源 是一個叫做Airwolf Creations的網站 由於會叫Aaron的藝術家創立 主要是製作一些皮製的面具、手環等等來販賣 後來SCP-111的圖片 因為不符合基金會網站的圖片 CC-3.0的規範而被移除了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喜歡不喜歡吧 希望我最喜歡我的CPU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